上海的疫情形势 我们这个城市承载了不仅仅是上海人民自己的上海 我们这个城市还承载了在全国社会经济当中承载发挥了重要的功能 我想我们全部的上海使命应该有这样的大局观 我现在告诉你一个事实就是病房很紧张 隔离点没有环境 120没有车 这个就是事实 现在能让我通知人家阳性 健康云上班是个阴性 我们出来了人家打12345投诉健康云 搞什么搞嘛 现在连上海发布微博上面都关闭评论了 现在早晨四点多钟就来了 到现在都几点了 这个菜是不是要全部烂掉 水也没得喝 上海有小麦铺有没有 吃没得吃 我是来支援的 无偿的 我现在我连温宝都 你知不知道我们有浦东的居民 浦东的朋友们 他们收到大礼包 上面印的是宝山区政府 你让我们作为宝山区大厂镇的居民 是作何感想 我也需要上面有好的政策来给我 我可以对居民有交代 现实是没有 知道吗 没有 那个工作让我更心疲累 我自己也有家呀 你们有家再不过 我这有家不能回呀 要把他打死了 哎呦你天哪 我们都是一栋楼的 我们都是好栋 你是来自于创演的地方 到我们这里很懂 阿姨一定要让人家看看 谁说 谁说外乡人在上海不定 还有好点这个 咸菜多吃一吃啊 警察给我们送饭来了 上海的好警察 几天没吃饭了 这人的牙 从早上的八地中 一两年 来来外外吃了两汤 我们以后接受 包括纪外港 纪外港以后肯定能接受的 也有个东西 肯定就 我们来吃的一个东西 那里的羊羊羊啊 是能做出来的 是吗 他不让你进吗 人家住在里面的 不让人家进 有这个道理吗 你去给街道讲啊 街道就讲了那问题啊 这小店最有街道的 天使 我原来昨天就想送给你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怕这个大家相互感染 但是呢 今天我想了想 因为很多的都不会死人的 二要二要死人的 这个楼你看都还没有封顶 进来了以后 就所有人先抢被子 抢床 那你告诉我 我不是在门 我也起来这里的 这种是连床都还没有支起来的 人家就直接睡地上了 那你们发布发布置 发布发布置 等同时我们都快饿死了 我们都快饿死了 我们都快饿死了 火再怎么办 你告诉我 火再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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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孩子刚烧了 阿姨你们在哪 不好意思再饿死一下 不是说我们不配合 是我们作为计刃者 我们根本就贵不了这个问题 是吧 这样的话 人家都还这么做 明天过后 你们封条一丝 我们计刃者都乱了 12345也打过了 110也打过 是吧 我知道您都打过了 您看有结果吗 是没有结果 对 您说谈的一切 我真的很理解 你的情况 我以书面的形式 都已报 电话打过无数次 谢谢你 对不起 廖师 我无能为力 消息 正马区 这简则是 您的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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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